我曾經在一本書上看到 那裡的人因為擁有了 不同的文化特色 以及不同人類的人的幫忙 住這個國家就變得越來越好 新上任的女王命令班傑明 尋找治理國家的夥伴 藉由旅遊到不同國家 認識不同的文化 尊重多元文化 包容不同的文化風俗 並且可以因為更多的了解 可以減少很多的旗艦 共同在這個美麗的寶島一起生活 融入菲律賓 泰國 印尼 以及越南等四個國家的風土民情 女王現場有講偵達 大朋友小朋友熱情回應 她們會去教堂是 一 回去望尼撒 還是選項二 回去望春風 要讓小孩子有國際觀 國與國本來就會有一些 不同的禮儀跟那個 制度 所以她講的我覺得 就是給小孩子一些基礎的知識 就是我們的真實 南洋奇遇季 遇教於樂 帶來溫暖與歡笑 大愛新聞唐禪鈞 中江波 花蓮報導 小明星大陸